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29号在北京会见韩国前国务总理李海赞 王毅表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 包括韩国在内的受邀朋友 形成了重要共识 并一起发表了北京宣言 相信这将是国际关系史当中 面向未来迈出的重要一步 王毅表示李海赞格夏是韩国自身政治家 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发展中韩友好 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他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任于亚洲 是亚洲为国际关系做出的重要和宝贵贡献 今年是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迈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此次纪念大会的主题 与会各国朋友就此形成重要共识 并发表北京宣言 谱写了国际关系史上又一重要篇章 这次纪念七周年跟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不一样 就是我们要从和平共处平原则迈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 包括韩国在内 有会的各国的朋友们 那么就此形成了重要的共识 我们一起发表了北京宣言 我相信这将是 那么这个国际关系史当中的 一个迈向未来迈出的重要的意义 王毅又说韩国是中国的近邻 双方是天然的伙伴 中方愿与韩方共同努力推动中韩关系 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希望韩国各界朋友继续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推动韩国社会树立正确对华认知 加强中韩两国民众的联系和友谊 你出任总理期间 为中韩的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你卸任总理之后 在中韩关系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么你两度作为总统的特使 专注到这个未来 同我们进行友好的协商 找到我们共同 这个妥产处理的办法 那么这个付出你的心血 我们也表示感谢 王毅还特别提到 近日韩国经济道华城电池工厂火灾事故 造成多名中国公民伤亡 中方对此高度关注 李海赞阁下也专门到中国驻韩国使馆致哀 表达了慰问之情 韩方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做出负责任的处理 同时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李海赞则表示 感谢中方邀请出席纪念大会 中方始终恪守和平共处物相原则 致力于和平解决各项纷争 引领和维护了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方这种包容普贵的态度 对当今世界至关重要 韩国各界重视韩中关系 愿继续加强同中方各层级交往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局势等 共同关系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凤凰卫视陈吉留健已经报道